Hello大家好 欢迎到美股投资网 我是凌云 在9月9号的视频当中 我们是全网第一个讨论 9月预测美债利率将出现拐点 科技股将面临回调风险 but没太多人关注这个事件 但是我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其实美债对于股票 特别是科技股的走势非常重要 美债收益率是全球资金的成本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美联储政策的重要依据 也是全球资产的定价基石 也被称为是无风险利率 所有公司的估值模型都会用到无风险利率 作为融资成本的重要参考 而且无风险利率的一点变动 就会导致整个估值结果有很大的变化 因此美债收益率的快速拉升 容易引发资产重雇的灾难 昨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攀升 并短暂突破1.5% 收益率飙升导致科技股继续受到抛售 大科技权重股FAAMG全线下跌 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多看看我们的视频 每一期都是从我们对市场热点的把握中精心挑选的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实时的推送 昨天科技权重股中市值万亿美元的 Facebook代号FB暴跌6% 市值蒸发200亿美元 每冬11点30分左右 Facebook服务中断 无法访问网站 随后Instagram、WhatsApp、OculusVR 和Messenger也出现服务中断现象 目前服务中断已经超过4个小时 没有任何的恢复迹象 Facebook没有人提供问题的解释 也没有人估计问题何时会解决 有多位安全专家指出 域名系统问题可能是罪魁祸首 上部剧Facebook、WhatsApp的网友们 也只能在Twitter上发段子了 令Facebook股价大幅下跌的另一个原因是 一名Facebook的前雇员37岁的前产品经理 Francis Hogan 向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会提交了详细描述 该公司研究的内部文件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 他分享说在公司工作期间 他对公司将自身利益 至于公共安全之上的选择 越来越感到震惊 这将人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作为最后的手段 他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勇敢的揭发了此事 根据Hogan在领域上的个人资料 他曾在Pinterest的EOP 和谷歌担任产品经理 他表示 我见过许多的社交网站 但Facebook的情况 比我之前见过的任何公司都要糟糕 他在5月份离开了Facebook 这些文件显示 Facebook的高管已经意识到 其平台对一些年轻用户的负面影响 例如一份内部文件发现 在报告自杀想法的青少年当中 6%的美国用户将自杀冲动 追溯到Instagram 就在Facebook Antiknight Davis为该公司辩护时 一名举报者指控Facebook处理了表明 Instagram对青少年有害的研究数据 而Facebook的整个服务网络突然离线 今年6月份 Facebook所有平台都瘫痪 当时是因为美国云计算内容 服务商Fastly公司 代号是FSLY 8日早间出现了DNS技术问题 导致全球大量网站断网 其中包括亚马逊 Reddit Titch 呼噜和纽约时报等热门网站 突然瘫痪了是大约一个小时时间 Facebook昨天跌到200天均线上 获得支撑反弹 还没有进场 或者打算抄底的朋友 你们要小心了 因为这次事件 对Facebook的名声是影响非常大 上期视频 我们也深入分析了原油天然气的大行情 昨天原油和天然气 期货价格暴涨 原油股和天然气股纷纷暴涨 现在原油大佬们 已经数钱数到首抽筋了 美国原油突破77美元 天然气大涨4.8% 欧洲是发生了天然气危机 供不应求 而且世界各地都缺煤 昨天 原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预计将继续执行 逐步增加供应的现有计划 也就是每月增产40万桶每日 即使面临来自消费者的压力 也不会向全球市场增加产量 引发投资者担忧影响经济复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周末 美国南加州外海海底的油管 发生了漏油事件 Amplify Energy昨天暴跌44% 该公司管道破裂 导致12.6万加仑的原油 泄露到海洋当中 12.6万加仑原油 相当于3000桶生产后的原油 目前形成了一个占地 约8320英亩的浮油区域 比圣塔莫尼卡的面积还要大 最新消息是 海面上已经形成了35平方公里的污染带 原油泄漏量达到了48万升 此次漏油事故的持续漏油量 已经超过了2007年 旧金山湾漏油事故的漏油量 纽伯特比奇市长说 当他从卡特琳娜岛返回海岸时 看到海豚在油渍中游泳 大量死鱼的遗体陆续被冲上岸 引爆当地生态大灾难 与此同时 英国陷入了油矿危机 受新冠疫情和脱欧等因素影响 英国卡车司机出现了用工慌 进而是影响了英国的燃油运输 导致英国燃油供应持续短缺 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数据显示 英国有超过1%的加油站 无油可售 伦敦地区的燃油供应水平 不足正常供应的20% 不断的有加油站 因燃油售丸而关闭 当地居民往往需要排队数小时 才能买到燃油 不少人拿着饮用水平 街油囤油 有的甚至大打出手 进而出现了一支由20辆汽车 组成的车队尾随一辆半车球油 一路是行驶70英里的场景 全英国美生汽油的平均价格 在9月25日还是135.87辨识 9月27日已经上涨至136.59辨识 为201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银行在最新的研报当中称 如果说今年冬季寒冷 而且随着全球航空公司 为美国重新开放边境做准备 全球的能源危机 可能有助于推动油价 自2014年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 柴油价格则可能会突破每桶120美元 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天然气价格飙升了 令人们转向原油作为取暖燃料 从天然气转到原油的替代量 可能达到100万至200万桶每日 第二冬季寒冷 可能对原油需求 构成50万桶每日的提振 第三航空交通的增加 可能在2022年第一季度 增加油需30万至50万桶每日 与美国银行一样 鼓吹超级周期 即将到来的大宗商品取手高盛 也高调看好油价涨势 称结构性需求将取代周期性因素 支撑油价继续走高 布伦特原油自2018年10月以来 首次涨破80美元之后 这种涨势会继续下去 预计今年年底不由升至90美元每桶 在原油库存方面 高盛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 激烈的高原油库存 正以450万桶每天的创纪录速度 快速消耗 相关的消耗量 已经超过欧佩克短期内 能够增产的能力 而美国页岩油的副产 还在初始阶段 这为全球原油库存在年底前 将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坚定的基础 产能不足则会加剧油价飙升 美国页岩气前最大的运营生 先锋自然资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cott Sheffield表示 美国原油生产商无法增加供应 以遏制仍在欧佩克控制下的原油价格飙升 维托尔亚洲主管Mike Muller表示 在美国 如果说你需要额外的原油 那么钻机数量根本无法满足产量的需求 作为原油的替代能源之一的天然气 最近也有不错的上涨行情 上周我们已经深度分析过EQT能源 代号是EQT 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 市值是77亿美元 昨天大盘全线暴跌的情况下 应是大涨4% 它的信用状况在同行当中也是最好的 这使它能够获得低成本的一个债务 并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些因素使EQT能够产生可观的自由现金流 预计到2026年 EQT累计自由现金流将超过70亿美元 与此同时 如果说价格上涨 它还有上行的潜力 EQT预计近期将使用部分自由现金流偿还债务 到2026年 只有27亿美元的债务到期 该公司将有充足的多余现金 用于其他股东优好的活动 如股息股票回购和增值收购 之前我们给出的预判是 EQT技术面 目前处于多重组的位置 股价可能会先回调到19到20美元附近 那么EQT在上周五回调到20附近之后 昨天大涨是4.17% 我们刚刚说到原油大佬们 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但另一半的天然气空头们 则是面临着爆仓的风险 随着全球天然气期货价格的暴涨 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 加能克 贡沃尔 托克和维托尔 等在欧美天然气市场的投寸 都面临着巨额追加保证金的要求 多年来 欧洲和美国天然气的价格 一直在一个明确的范围内交易 当两者之间的价差达到一个或另一个极端时 你买一个卖另一个很简单对吧 因此随着欧洲天然气价格在第二季度飙升 相对于美国天然气价格达到了一个显著的极端 促使交易员采取出售欧洲天然气 购买美国天然气的策略 希望稀差能够缩小 然而在上个月 由于库存低 亚洲天然气需求高 俄罗斯和液化天然气供应不足 供应中断等多种因素 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 这一战略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尤其对中小型交易公司来说 情况更为困难 该消息人士称 追加保证金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贸易公司和其他玩家 一起已经积累了300亿美元的空头头寸 天然气隐含的波动从未如此之高 历史上天然气板块 每次都当做投机题材来炒作 因为紧缺和涨价没有持续性 天然气板块每年都是冬天炒一波 然后结束 但是这一次天然气淡季不淡 以往冬季才上涨的 7月份就开始了大涨行情 所以预期价格上涨持续性和幅度 均会大超预期 另外今年欧洲也遭遇了灾难性的 天然气危机 挪威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减少 但是页岩开采热潮 却是美国变成了世界上主要天然气的出口国 今年美国出口海外的天然气 较同期增加近50% 这也间接导致了本土天然气供应紧张 还有新产能建设周期厂 目前新投产的液化天然气产能 通常是2016年前后立项建设的 上游炼化厂的建设周期较长 从决定投资到完全建成 通常是需要4-5年的时间 供需错配加上下游景气带来的产品涨价 以及政策支持 是天然气市场最最硬核的上涨逻辑 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基准价格 相当于190美元每桶的原油价格 是当前不由价格的一倍多 从需求方面看 根据美国能源吸血署的数据 大约一半的美国家庭 使用天然气来取暖 如果说冬天大家供暖需求攀升 将会进一步推高天然气的价格 它的价格在过去12个月 飙升了180%以上 达到每百万 婴热单位是5.9美元 这也是自从2014年2月以来 天然气价格最高的水平 所以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今年冬天暖气费可能飙升 钱包又要缩水了 OPIS能源公司的创始人 Tom Closer提醒 今年秋天和冬天 大家要为家庭供暖成本的冲击 做好准备 如果说你的暖气费去年是150美元 今年可能是300美元 史上最贵的冬天就要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 记得一定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一期精彩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订阅